香港的舊人 真是很久不見大家了 這個香港的舊人 怎麼見到我們兩個主持 我同一齊 我們有這麼多人 我們贏定掌聲明 我們兩個主持參與 阿John和Ruby 好吧 阿John 阿Ruby 大家好 很久不見 我們很久不見了 我們點位 再跟大家說一下 香港的舊日程故事篇 好吧 多謝 今天我們在說 我們怎麼跟觀眾說 年三十晚 那個年三十晚 我又想起一件事 你怎麼會想起一件事阿妹 吃同玩 你有沒有去玩過人家的燒炮獎 有個故事 當然是吧 炮獎衣也有故事 炮獎衣 不是穿衣衣 原來呢 據我所知 我知道少少而已 待會有專家說 炮獎衣竟然有人偷 是啊 垃圾怎麼有人偷 為什麼會呢 可能有什麼用 好 我們交給Ricky 炮獎衣其實不值錢 但是炮獎衣是過年三十晚的時候 燒了之後 才會落在地上 當然 華麗獎衣有很多暴獎 很有錢的 當然很多 但是窮人 拿快也沒有 那怎麼辦呢 晚上八燕仔 走去 他們偷了不少用 可能會給那個阿嬸 他又給糖 去吃 於是乎 鬼鬼祟祟祟 那樣 好像有暴獎衣的地方 就去殺 去偷了 阿嬸 是 就是 以前不知道怎樣 我們現在看 好像這些是垃圾 是啊 是 是 這個 因為 這個 習俗 為什麼 大家都要面對 如果 初一去 拜年 看到地上 水泥地 包了衣 也沒有 踢到鞋也不舒服 窮鬼 沒有進展 去年也是這樣 今年也是這樣 小孩子 那強仔 一名仔 拿了膠袋 拿了一大堆 那時候沒有膠袋 可能會用衣服拿來 就拿給二叔婆 放下 可能會給他餅 給他糖 二叔婆在門口 第二天 John Hing Henry 你來到 咦 剛剛蕭源村 這個不是故事 是真事 是真事 其實 這個就是 蕭源村的習俗 我知道 大約在海南島附近 那些地方 就是這樣 他們說 有錢人燒了爆漿之後 家裡有很多爆漿 就罵到明天早 凌晨的親戚朋友過來 踢了爆漿椅 哇 整隻鞋踩下去 不見了鞋 厲害 這件事其實是 我很有錢的 我買這麼多東西來燒一個爆漿 就是 銀子我是燒得 洗得 花得 你的午夜飯吃得 如何 九大鬼八大鬼 沒有人知道 是的 但是明天都見到你 總之初一 我那些 原廠希望 每個人家裡 都會有一些爆漿椅 真的有人吃不起爆漿椅 沒有 那怎麼辦呢 於是 我認識你 你窮 我給什麼你吃 你都不要 我給點爆漿椅 都是一個禮貌 那沈在家門口 那時候原來遇上 希望每個人都探望 的話 糟了 我去John 這麼窮 我不知道他 吃花鼠 我不管他 總之用爆漿椅 Vicky 我有個建議 今年 不如拿著爆漿椅 和John 換些豬肉 好嗎 我的爆漿很少 豬肉 你準備多些 沒問題 如果你拿一支炮掌 過來找我換豬肉 真的沒問題 OK 開心就可以了 明年是豬年 是的 豬年興旺 大家健康 我們Pong Kong Polo TV 恭祝你 年年行好運 萬事願燕 年三十晚 恭祝預祝大家 真體健康 事事順意 好嗎 OK 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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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講盡事事順利 好嗎 好了 年三十晚 多謝大家歡呼 最重要是年再一 年三再見 年三再見 多謝 多謝 拜拜